本来的做法,我之前本来的做法是用if再加ifl 可是后来发现 ifl好像一个就可以抵上两个 反而更简单 所以后来的话我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以前会用ifl的话 那你倒不如把它改成ifl 其实这两个做出来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用底下这个方法的话 你会发现公式其实还蛮冗长的 我发现这个ifl 其实它大大的简化 我们在处理错误的时候 所以我还蛮建议这样 如果你有看到错误像紧字号开头的 反正那些都可以过滤 那过滤成什么 你当然可以 因为我们这边是过滤成一个空的 所以你就给一个空的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要做格式化日期 如果礼拜六 假设这样礼拜六礼拜天 给不一样的格式 这里的话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我想这应该不陌生 方法二用VBA 那两个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设定格式化条件 首先的话第一个 你要先知道 第一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要用什么方式来做会是最快的 当然你这边有个新增规则 可是新增规则里面你会发现 这边有什么方式可以设定 其实最后你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用这个 使用公式来决定 那哪些格式化哪些储存格 可是这个公式 特别是这个公式指的 其实也就是跟什么 跟这边是相融的 但是它缺点是 它没有像这边这么方便 插入那个一个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自己打 OK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请注意 那我要判断哪些范围 要先告诉他 我要判断的范围 就是从A2 一直到哪里呢 一直到底下这个L的32 所以我习惯是先什么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把这个范围 整个选取起来 当然你可以按Shift键 再点L32 反正方法来 我习惯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这个范围呢 先选取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到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新增一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是什么呢 刚刚讲的 用公式来 因为你上面这几个都不行 它比如说这边是什么 这个最低最高 这个是常见的 出存格里面的值 如果是怎么样 这个好像也没办法判断 礼拜六 好像也没办法判断 因为星期六星期日 它的数字不是一个介于 也不是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用公式来决定 那公式的话呢 基本上利用刚刚讲的 有一个函数叫weekday week weekday这个函数 但是它缺点 就是要自己打 而且字不能拼错 不过字应该 要拼错也很困难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weekday 刮五之后要告诉他说 你拿一个储存格 特别注意哦 这个范围里面 你要告诉他 他的左上角那一个 他有点像是自动帮你跑回圈 从A2 他怎么跑 A2一直往右 他会一直帮你 B2 一直 就是整列先跑完 那跑完之后的话 帮你判断 就是这个范围 他会 如果你今天给的是一个A2 他就是告诉他说 你从A2帮我开始 去检查 那检查的范围是在哪里呢 因为我刚刚不是有整个选取吗 就是这个范围 OK 所以基本上他有点像 自动帮你跑个回圈 那回圈范围就是 这整个就对了 一个一个帮你去check 那起点就在这里 这个是起点 这个是范围 OK 但是你要给一个逻辑啊 如果等于多少 等于 如果礼拜天的话 那应该多少 等于1 有没有 所以这可以最后 这边一定是两个等于啦 后面这个是 前面这个是怎么样 return 返还的 后面这个是逻辑 如果这个逻辑是1的话 那请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帮我换个颜色 质的颜色帮我改红色 底色 帮我改成比如说 黄色好了 类似这样 红质黄底 然后按确定 就这样子 那我刚刚讲过啦 week day 刮符A2 它从A2开始 一直检查 全部检查 检查完 如果条件为 true的时候 就是礼拜天 它就给这个 如果不是的话 false 就不格式 OK 按确定 我可以先把这个 先砍做C一下 因为礼拜六还要用嘛 改一下比较快 确定 有没有发现 整个全部跑完了 还蛮好用的 因为它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反正你给一个范围 就是你要比对的范围 然后你告诉它起点在哪里 它就从起点帮你跑 不过这个地方也会有蓝列锁定的问题 所以有些地方 比如说你要锁蓝锁列 这个当后面我们还会举其他例子 跟各位做说明 这还蛮好用的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要设定什么 礼拜六的话 一样使用公式来决定 那我刚刚有Ctrl C 所以Ctrl V 不过礼拜六应该多少 七嘛 OK好 大家都习惯了 反正多做几次你就熟了 记得就是说weekday 因为美国人发明 你就照他们的那个观念就可以了 OK好 那格式的话呢 那就是比如说呢 我制的话呢 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深绿色好了 然后呢 填满给它一个浅绿色好了 按个确定 类似像这样 是深绿的 底是浅绿的 OK按个确定 好 你会发现了 最后把游标移开 全部做 应该看得出来 礼拜六 通通一次 全部都解决了 好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它这个格式 其实不是用这个上面的功能 它实际上这里面 如果你要把这个格式移除 只能透过清除规则 把这个规则拿掉 否则的话 你不能说 在这边 我要清除格式 这边有个什么 清除 清除格式 如果你清除格式 它不会理你 格式 有啦 但是它整个 清除 如果清除里面的格式 它没有办法 从这边做清除就对了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记得从什么 从这边清除 整张工作表的规则 或者说管理规则里面 因为我们有两个规则 你可以看哪一个规则 不要把它删除 OK 那这个是方法一 用那个所谓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去做 就是给它需要的 那再来后面当然 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一样 因为前面有讲过VBA部分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再复制一个 然后呢 这边也许是把它改成VBA之类的 把它改VBA 因为有一个VBA OK 然后呢 记得再把这边的 这个规则把它清除掉 清除整张工作表的规则 规则拿掉 待会的话 我们第二个就是 再利用VBA 试试看 其实到底差不多啦 刚刚的做法 其实你要把它转成VBA 那个规则大概就是说 一定是也是一样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但是呢 因为我们除了一列之外 还有蓝的问题 我还有什么向右 所以这里 特别注意 我会多一个For J J的话呢 指的就是蓝 那我的蓝是第几蓝呢 从第一蓝到第十二蓝 那它一样会一个一个帮我去 把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那我抓出来之后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判断什么 判断第一个 里面是不是空的 因为底下有一些是空的 因为你空的 那你就不能用VBA来判断 所以第一个 先判断它里面有没有资料 第二个 判断它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礼拜六 如果是礼拜六 那你给它一个格式 前面好像有讲过啦 怎么做 字的颜色变更 跟底色的变更 因为前面好像有讲过这东西 你就把它套上去 礼拜六 礼拜天 其实程式基本上差不多 改一下 那最后的话 就可以设定格式化了 所以两个方法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用第一个方法 待会再来看第二个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你想说 那第一个方法已经OK了 不过第一个方法的好处是快速 可是 它的缺点就是没有弹性 而且你必须还是要借由那种设定格式化条件 才能完成 但是第二个方法 它至少可以跟你的VVA 做一个搭配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利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记得它的原则 如果将来你会需要用公式来做的话 它是相容于 那个我们Excel里面的公式 那第二个你要记得就是说 你要判断的范围要先选取 选取完之后呢 再设定格式化条件 因为之前有同学很多都先漏了选取 所以请你先A2 CtrlShip向右向下 先选完 在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找到那个新的规则 使用公式来决定 再把那个公式打上去 其实也不用死背 我都建议你多做几次 熟了之后以后 你就可以很快的 设定格式化条件 不是只能够用那个什么大于等于小于来做判断 你还可以用什么 用Excel里面的任何函数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有支援 那这个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 OK那试下